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 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大肆批評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不當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數 我們希望能夠尋找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和建議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些什麼呢? 簡單地說如果你是特首或者你是當事人 負責人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那個問題?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大的方向 我們過去在我們坊間社會上很多問題出現了 但始終大家都討論一番但始終都解決不到的 其實很簡單而已 原因就是我們根本看不出問題的重心點在哪裡 還有我們有一個在文化上 我們很依賴一些所謂專家 所謂行內的專家 我們不了解其實我們很多問題的背後的起因 都是很多由這些專家制出來的一些這樣的制度導致的 而我們如果是很刻意去依賴這些專家 我們可以看得出問題是不可能會解決到的 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真正有效的方法 都應該具備以下的幾個條件 第一,認識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第二,認識問題的真正起因 第三,針對起因的解決方法或者方向 最後才能夠希望大家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能夠付出少少代價 都可以能夠推動這個問題 以及有些建設事的行動 我們希望大家用一個封煙熱線的方法 打電話和我們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385-4492 電話號碼是2385-4492 或者用ICQ的方法留言 我們的ICQ號碼是3080-84705 3080-84705 我們今天的題目 都會繼續我們過去幾次所討論的 就是我們怎樣解決香港 現時面對的醫療的困境 但最近我們都知道 又好像琴流感又再次出現在香港 我們都希望看看 由我們琴流感的經驗 從中可以學到什麼 阿袁醫生和阿盧醫生 阿盧醫生 阿馬 你好 你好 我們新的一年 我就跟聽眾 祝願他們 身體健康 新年進步 新的一年有新的開始 阿盧醫生 我們都停了兩個星期 我們都停了兩個星期 停了一個星期 停了一個星期 我自己忙碌 所以沒有另一次 近來有些公開場合 例如互動電視 或者在場合 聽到阿盧醫生你說 一些稍為顛覆的用語 稍為激進的用語 我覺得很激進 我想在香港的歷史裏面 我是比較粗俗一點 我是用出來混亂世界這麼久 都第一次聽一個主流西醫 這樣去說 譬如 要健康 是要靠自己 不要相信醫生 這個 我就第一次聽了 出自主流西醫 阿袁醫生 一向都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在歷史上 都很少 在華人來說 我就不多國有 要不就不出聲 大不了 我有些擔心 會不會被人敗戚 說老實話 就不會擔心 最安樂 自己很堅持 說的話 很堅持的信念 說出來 跟受眾一起聊聊 大家都有更好的理解 我覺得這樣做事才有容易 有時候 我也做了很多年 就是 一間就代表 也都 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業界的理想 是代表業界的利益 你代表業界的利益 當然就說 要做的事情 很合目的方向才行 但現在我說 回復自由身 可以 圓形不露 我自己的真正情 是說出來 其實就說 醫生 或者醫療專業 為什麼這麼專業化 為什麼這麼壟斷性 都是近年 近一個世紀的事 越來越發展的專業 這就是關乎社會的分工 城市化 各有各自己做的事 就沒問題 將自己的健康交給專業人士 有什麼事 去打針等等 就行了 我自己是 發揮我自己的專長 你整整一下 人會甚至忘記了 其實 令到自己健康最重要的元素 就不是 你將它交給專業人士 而在生活每個環節的時候 是多留意的 香港人 在03年沙士的時候 是被驚醒的 將自己的信任證 擺在醫生 擺在醫療制度上 是不行的 那些沙士 在我們的醫院 吐下吐下吐下 吐出來 而且也是在醫院的體制 去社區幫助社區 最終社區成功了 但問題就是 醫院仍然成為 繼續延重的溫床 所以就說 香港人其實就說 在那時候有很大的醒覺 將自己的健康 握在自己的手上 亦都是說 關心自己之外 關心家人 關心周圍的人 關心我朋友 好真心問一下 你好嗎 你有沒有發燒啊 這些 那時候是沙士 我們能夠將它有一個了結 戰勝沙士 其實都不是說 靠一些專業人 是靠香港人 群測群力 這完全是體驗 我一向醫療的理念 要從上游著手 要從健康著手 要從一個能夠 維護我們健康的體制著手 而不是到最後出事了 爆煲了 有疫症爆發了 那時候才出一些英雄出來 我們快點找病毒 怎樣將它治療 怎樣將它診斷等等 所以就說 這個是我好心的感受 所以就經過03-04到現在 恢復了整個人自有身的時候 我是要將這個理念 講出來 醫生當然是有它的用處 一定有它的用處 但問題就是 千萬不要讓醫生 或者任何的專業人士 主宰你自己的命運 包括健康在內 那這個是我新年的願望 但是在香港 盧醫生 你知道 你在這個圈子裡面 打滾了這麼久 你都明白 香港的西醫 是真的 很高高在上的 就是 當你這樣一出來這樣講 會打破這個環象 我覺得會 嗯 有些媒介的朋友 聽我說這個問題 有時候他都好像 不太聽得入耳 就是要一陣子 才可以明白我講什麼 這樣 其實就說 我想都是講得多些 如果越講得多的時候 大家慢慢慢慢接收 我覺得就說會改觀 就是從 完全是 其實新的世界發展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會把信任 擺在專業上 專業所謂的核心 知識核心技術 是越來越小的 周圍的那些周邊的那些互聯網 其他東西 全都會被全部人知道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 你做一些專業人士 抗拒都抗拒不來 你抗拒就只是說 反潮流 反潮流的時候 自己結果被潮流衝走 所以我覺得 我也希望我的同業 其他專業做醫療的人 都理解這一點 就等於 袁醫生九十年代 那本醫療風暴一出 通常人們都會這樣 一動認識到真相 永遠都是震驚 不相信 接著就 慢慢就 看看 看看 是喔 似乎 會不會是呢 通常都會有這樣的過程 九十年代和現在 有少少不同 現在香港的轉變近期 即是說 天星等 我們上一次都說過 其實就說 有一個較大的意欲 就將自己的命運 自己的生活環境 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是操縱在自己的手上 香港再不像以前那樣 就是 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 喂 你在香港掠了水就走了 做幾年 那就算數了 想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回來 回到鄉下 向福建屋 娶老婆 所以就說 現在是有個轉變的 我們趁這個契機 令到香港人更加文明 所謂文明 就是說 了解多一點 不是追求專業 不是追求科技 是對那件事 了解多一點 從而是做一個 較為個人的取決 我剛剛有這麼看電視 看到我們剛剛上任的 世衛總監 總幹事 陳馮富珍 有關於流感 好像最近香港又發現 有一隻小鳥 有一隻小鳥 發現它裡面有 撿了六隻鳥屍 就檢了一隻 一隻 本身就有H5N1 是啊 你不要去3C 是啊 在戶手前面那裏 那裏是小鳥最集的 在小鳥旁 在小鳥旁 我們用一般的思維 來想想 有六隻小鳥死 六隻裡面只有一隻 有H5N1病毒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現在的反應似乎好像 我們還沒學過 那我回答你 那我回答你 小弟做傳媒 我回答你 好 訪問市民說 最好 就殺了他 是 那我自己心想 如果殺了他 那倫敦那些 不如殺了他 倫敦那些 倫敦那些 就是法家廣場 對 殺了他 即是他們 現時一向的手法 過去都是這樣 其實殺那些流感 其實那些雞殖 其實不是香港第一次的 過去很多 原來在其他國家 都是用這個手法 來處理他的 但我們想了解一下 到底 禽流感是一回什麼的事 那些我們經歷了 你看回他們現在的取態 遇到這個問題 他們通常都是說什麼呢 是說打針 用一些有什麼有效的西藥 買定多些 儲備多些 到時可以讓我們用 那個方向其實都是這樣的 那 劉永樂你自己 你覺得他們這樣的 準備的方法 你覺得是 對不對 這個這樣的做法 這個是最下游 就是 救急救火的方法 是 但就未能夠到問題的核心 那 即是 吸流感其實就是雞溫的一種 那些雞 集體死亡 集體病發 發雞溫 自從人類養雞以來 都有的 但以前那些雞溫 那個殺傷力就很有限 一個人可能沒有養那麼多雞 那隻雞 那隻雞十隻八隻二十隻 那隻死掉了 那就沒事了 聽不懂 我以前小時候都養了 在家裡養了 你以前小時候的處境比較好很多 其實現在 那隻雞溫的 commen 這樣雞溫 近二十多年的事 主要原因能是 生態平衡受到很大侵害 原因是 我們大自然裡面有好多不同的料理 包括了人類養子的雞 大規模密集養子 都是一個近代的現象 你知道全中國一年出產多少雞嗎? 所以是幾億計嗎? 很多,是以百億計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但每年產雞是一百三十億隻 人產雞十隻每年 那麼多雞,你想想 將它突然間很密集地放在中國這個地方 那麼密集的雞,一迫就會出現問題 譬如說,以前十隻八隻雞,有雞溫有傳染病,死光就完蛋了 但問題是,現在一個雞腸,小的也有幾萬雞 大的也有十萬、二十萬雞 在這些地方,這麼迫雞 如果你扔一個病毒,就好像火燒到二物品倉 尤其是一個以前很小的火燒,十隻八隻雞自動熄 它就變成一個十萬、二十萬雞的傳染病 那麼多雞在傳染病毒的時候 其實就說病毒的變異機會很大 以前那些病是不是那麼惡毒的 除了禽流感症,譬如說是新成病的那些 以前是沒有那麼惡毒的 一密集養治之後,病毒就在雞裡盆盆傳 一傳的時候,就製造很多病毒出來 在這個過程裏面,就有變異的機會 變異就會有機會出現更加殺傷力大的病毒 這個人類造成的環境,密集養治 又要便宜 為什麼要密集養治? 是要便宜 你養十隻八隻雞當然是貴的 但如果你養十萬、八萬隻雞便便宜很多 不可以走地雞 而且因為他不想病,他用很大 我看過數據 全球每一年抗生素 有六成是施打到琴束那裏 而且很厲害 真本就是一個細粉病毒的製養場 這些工廠式 很多抗生素 你刺激過大自然環境的 抗生素 你殺他 他必須要變種 和變得更強悍 來對抗你 同時現在那些雞就沒有戀愛自由 公雞和沒有雞生蛋可以選擇 而是剷出一些蛋 有些遺傳基因的變化 令到那個雞就勿敬天窄 越來越強壯 但現在不是的 還有那斗雞十萬隻可能和那個祖先 那便越來越差 你便說那個遺傳那裏 能夠令到他更加強壯 都沒有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養一大豆藥雞 整個中國的大地裏每年出產一百三十億的藥雞 那你說抗生素 和這些藥雞就說 打針 打什麼針呢 預防針 預防針呢 如果你說真的很好的預防針 是有效的預防針 就可以第一 令那些雞不發病 第二 就會令那些雞的病毒 就不會那麼容易傳播 但是問題如果不好的針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雞不死 但是呢 病毒要傳播如意 即是沒有病精的雞在傳播著病毒 所以還不知道 那些雞不死你還不知道 所以就說那個 那個禽流感呢 不是可以靠現在這些下游措施控制到 雖然現在我們很緊張 看著那些雞 做很多事情 但是問題的歸根究底 人類要反思 我們是不是要吃這麼多的便宜雞 我們這些雞是不是要這樣養 我們可不可以 減低 譬如說我們中國的雞 養雞的密度 我可不可以減低其他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 養雞的密度 那現在的傾向呢 就說賴了那些養十隻八隻雞的人 根本就不是 其他的內縣就是在那個豆大雞那裏 原來在那個豆大雞那裏 就跑出去那些小雞那裏 那些才是健康的 那些都受波及 問題是你剷掉那些小雞 那你就 沒有解決到問題 沒有解決到問題 那個大雞的問題 是仍然存在 即是大豆雞的問題 所以現在不是一個全面的解決辦法 那更荒謬 就是你報紙那些就說 說那幾天 留鳥 不是留 不是留定堅 就是留在香港 那隻小雞是香港的本地鳥 那他為什麼會感染到H5N1病毒呢 那次就是後鳥 冬天南來 將那個病毒帶給那些留鳥 所以他就病了 他就死了 是的 久不久有隻後鳥會死 你發覺有H5N1病毒 但這個事實上並非是問題的核心 原因就是野鳥其實怕人 其實就說遠離人 就算一兩隻入了市區 密度都很低 遠遠不夠我們那些問題的雞高 所以你今天整天在說那些野鳥 流鳥 這些是很留的想法 這個就是留定堅 那盧醫生你這樣說 傳媒覺得你思想不正確的 不是昨晚我開院會接受不到他們的訪問 所以今天就出了一些更流的資料 實在是實在報 好了 如果這個問題的核心 整個禽流感的爆發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滋養 工廠式滋養 工廠式滋養 所以我們的解決方案 我們應該怎樣 如果這個是真正的起因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 或者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中國 都是說有三農問題 農村農民農產等等 這個其實是一個農村的問題 在中國是這樣 在越南是這樣 在印尼是這樣 所以最歸根究底就是 要解決農村的問題 農村問題就不是 香港就收了那些雞都可以 收了那些阿婆的雞 你給他一隻金雞 他哭完就算了 就是阿婆的嗜好愛好 不是阿婆的生計 但問題就是在大陸 在泰國 在越南 在印尼 那些就是農民的生計 所以就說 要想一下 我們怎樣解決農村的問題 大陸的城市 風光得不得了 上海 北京 廣州 問題一出了醒 就開始 兩個天地 是貧窮到不得了 越窮的人 就養得雞 越多 或者就說 越同那些養雞的大的農戶 是打工 所以就說 是要解決農村人口的生計 令到他們能夠是 有一個合理的收入 同時 由於有合理的收入 他養的雞的數目 是會少些 所以就說 一大套農村的政策 可以做到 最終的目的 就減少全中國 全中國 養雞的數目 減少 大量不衛生的密集養肢 最終可以解決到 在泰國和越南 在若干程度 是可以 控制得到 他都是在農村人口 著手 在農民的生計 著手 講這件事 對香港人 遙不可及 講農村 有沒有搞錯 香港人就想 疫苗 那些 但那些始終都是 最下線 最下游 的措施 那如果我們 慢一下 我們 真的要用到 疫苗注射 或者吃那些 特免福 以你 對這方面的認識 你估計 如果我們真的用到 這些措施 會不會有效 看看那個病毒 有多惡毒 看看疫情有多大 如果疫情好像 03年 SARS 那麼大 影響感染的人 是1800個左右 或者甚至稍微 多些 兩千多個 三千個 那樣的位 那香港的體制 就是搞得行 但如果那個問題 大過這個數 就搞不定了 有個 最新港大出的 研究 就是拿那些電腦 就是數據來計 好了 如果有個 1918西班牙流 那樣 同樣惡毒的病毒 H1N1病毒 來到香港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 減少死亡 大概減少一半左右 要有什麼方法呢 第一 就要 將 5萬個病人 在醫院隔離 在病病 那個高峰的時候 隔離 5萬個病人 在醫院 跟著同時呢 就說 將這5萬人 那個 緊密的接觸者 各方面接觸的人 大概呢 是50萬人 在家 家居觀察 不准出街 5萬個在醫院 50萬個在家 即是用隔離的方法 用隔離的方法 你不要去街 跟著呢 就說 給這些緊密的接觸者 就是 特敏福那類的藥 估計 到過的難關 是要2700萬個 那三個 因素之中 最沒有問題 就是2700萬個 即是 是可以 供應得到的 到今年大概4月 香港政府的儲存大概是有2000萬個 你多700萬個 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的話 你哪裡找 五萬個隔離床位 我們政府醫院有多少張床位 三萬 三萬 什麼床都計算了 療養院那些 什麼都計算了 總數都是三萬 即是行賣法 療養 靈養 康 服 急症 什麼都包了 三萬 還不是隔離的 大部分 盧醫生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五萬人 原則上 我們的醫療體系會崩潰 監管 所以就說 這一套是行不通的 所以就說 你怎麼都要說 用回我的套 將命運掌握在他的手上 你在一個社區裡 你懂得照顧自己 每個人 懂得照顧自己 這樣就可以度過難關了 如果你靠醫管局 靠衛生署 靠政府 浪費 如果那個規模是這麼大 所以現在說 香港對於流感應變 對於流感大流行應變 究竟做了多少呢 小規模的 沙士這麼大規模 撐得順 再大一點的規模 撐不順 是要靠香港人自己 吃自己 要自求多福 我們一般人 都經常有一個感覺 這些流感的問題 大部分是在東南亞出現的 但其實事實上 是不是的 你看回過去那個 流感爆發的地方 比如最近好像大概 有21個國家 其實大部分是歐洲國家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我們過去都講過很多 這方面的話題 也接受過很多傳媒的訪問 是很有趣的 好幾次 我講了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最後他都寫不到出來 正如可能你也有這樣 其實他不知道怎麼落筆 所以我跟他說 你不要緊 你說什麼你就會說我講 是吧 袁大明這樣說 但結果往往他都沒有寫 講完一輪之後就算了 靠自己寫 我通常 我現在不想浪費時間 浪費彈藥 我通常錄了它 就是我講什麼 我錄了它 然後我丟到自己的妄想 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 我自己的 NaturalHealing.com 我過去有兩個錄音的片段 是我當時 都是幾年前的 是我對琴流感 真面目的反映 我曾經所告訴你 原來這本書裡面 大家有機會 你可能找得到 這位作者是一位西醫 叫做 Dr. Sherry Tenpenny T-E-N-P-E-N-N-Y 他的書名叫做 Bird Flu is not what you think 就是說 琴流感 不是你以為是這回事 這個作者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資料 比我以前的 那幾年我收集的資料更多 原來有一件事他講到 他說自從1959年開始 其實有21宗爆發 世界性的爆發 即是高度傳染的流感 我們一般 剛才 阿盧 也有提及 其實我經常以為是亞洲 越南 中國 香港 其實你看回1959年 在蘇格蘭 1963年是英國 其他國家 例如安大略省的 加拿大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澳洲 愛爾蘭 澳洲 維多利亞 又英國 澳洲 維多利亞 幾次的 1992年 克林頓 墨西哥 巴基斯坦 1997年是香港 1997年 又有意大利 1999-200年 又有意大利 2002年有香港 2002年 智利 2003年 是荷蘭 我們經常以為這些流感是因為落後的國家飼養的方法 但事實的數據看到 其實流感爆發大部分是出於西方文明國家飼養的地方 我覺得前兩年美國都很厲害 其實全世界都有 其實1997年 香港爆發的時候 分別在澳洲 不同的省份 和賓夕泛利亞州 是同時有爆發的 不過他們就不是H5N1 香港的是H5N1 在那些地方爆發 就多數沒有影響人 香港H5N1是影響人 世界上其他國家H5N1是影響人 有些H7的禽流感病毒都會影響人 香港試過幾宗 主導禽流感由禽鳥傳人 仍然是H5N1最多的個案 袁大明說的歷史是對的 其實不只是我們中國 不只是亞洲地區 全世界都有 但近20年來變得惡劣 原因是你看到的 有幅地圖 越養得密些雞的地方 越多雞的地方 就越是重在它 盧醫生 我們休息一會 一會再談 H-E-A-L-I-N-G.com.h-k 其實我們聽過很多不同的人 在這方面的見解 但其實另外一邊的事實 是很少人知道的 比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經常以為是亞洲區 流感爆發是最多 其實不是的 是全世界很多歐洲國家 英國、美國、澳洲 所以那個環境不是說 是否局促 我們都知道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那個人和野獸 密集的居住起來 是導致一個原因 但如果是這樣 我們解釋不到為何是印度 印度很明顯 牛 其他的動物 大象在城市 大象在街上走 在市區走 但你是很少聽見 為何這樣的密集 我相信 人速的居住在一起 這個程度遠比中國更厲害 但我還是看不到這個現場 印度也有 去年印度也有包含流感 試過但沒有人的個案 印度也是傳染病最多的國家 全球 旅遊人士去印度有兩個地方 印度和尼泊尼 是感染傳染病的風險最大 其中是有人禽共通 人禽共通的傳染病在 所以說 這個也是事實 但禽流感 印度補出來的不是太多 這也是 是的 我們知道藥疾 我自己在工作裏面 也遇到有些人去到印度之後 出現了藥疾病 吃了藥之後 有很多後遺症 我們都要跟手處理這些病 但始終我們經常說 因為是禽束的聚居 但我們解釋不到印度這個情況之下 不是一回事 其實這本書 如果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去買這本書 《Bird food is not what you think》 那個作者是Sherry Tan Penny 他原來在世衛 綜合了他過去 這些世界性流感 他學到什麼 他原來有十二點的 他說 第一 這些大型性的爆發流感 其實他的表現 根本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測的 好像有什麼病毒引發他們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這是他第一個學到的東西 第二 他說那個病毒到底嚴不嚴厲 我也沒有辦法預先知道 這是他第二個 lesson 第三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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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廣泛性的流感 很多時候 在年紀輕的人 都出現很多嚴重的疾病 第四 他說 這些流感 來的時候 是一波一波來的 例如1918 1913年 好像第一波是第三月 接著就連來三波 每一波小過一波 18個月之後 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自動消失了 即是沒有殺過任何豬隻 也沒有殺過任何禽流 即是那些雞尿 他自動走了 這是其中他們學到的 一波一波來的 他也看到 他說 在世衛組織的實驗室 看著病毒的發展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即是要爆發之後 要看哪些病毒很重要 他說 很多這些流感 都似乎在很多亞洲的地方 人口密集的地方 還有人和禽畜 譬如豬、鴨是最低的地方 這也是其中一個結論 所以我曾經說 其實似乎不是 其實很多其他歐洲國家都一樣 還有第七項 他說這些隔離的方法 還有阻止別人的所謂的旅遊 其實似乎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沒有效的 沒有效的 即是寬天下 即是我們隔離 五萬人 他們的經驗其實是沒有效的 這個是國與國的 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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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夠把這個散播拖慢它 那個好處呢 就令到每一次發生的時候 少些人 我們就人手處理就好些了 即是每一次一百百幾萬的人 都處理不到 我們拖慢它 譬如幾百個幾百的爆發 我們處理的能力會好些 即是我們阻慢它的蔓延 都是值得去做的 還有第九點 他說打針來說 在這些大型的爆發 打針的效果 根本我們都未曾有任何的 即是效果是怎樣都不知道 即是我們還要看看 到底這些這樣的疫苗注射 是有沒有效果 我們還未知 那這個是第九點的結論 那第十點 他說 通常這些國家有很多這些 就是勤速的生產的能力的地方 通常是應該是第一個 要接受這些這樣的疫苗的 這是世衛的建議 那第十一 他說 即是每一波出現 即是我其實說幾波出現 他說一波一波之間的距離的時間 也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即是你不知的 你來了之後之後 他說平靜幾個月 或者平靜一年 下次幾年 都完全沒有辦法預測得到 那最後呢 他說 在一個最佳的狀況之下 他說 通常受到這些疾病 導致死亡的人 往往都是一些人 即是年紀輕 或者年紀老愈的人 或者有些人 本身是已經有很多的慢性病 那這個他那個十二個 即是他說那個學到的東西 那這樣 但有一件事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 世衛的十二點都沒有提到的 就是呢 我們過去三個主要的流感 第一是1918 1918 1919 第二是亞洲流感 1957 1958 他死了幾百萬 即是比較多 那次全球大概一百萬人死 1918 1919 他們有不同的估計 最初估計就是二千萬人 最後加到五千萬 全部由二千到一億 其實我們當時社會的設施 是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是死到的人 只有一個估計 好了 但是到1968年 1969年 就是那個香港的流感 那就是說 其實主要三個流感 死亡比較多些 是這三次的 1918那次 但是很有趣 三次裡面 有兩次 都是跟戰爭有關的 譬如1918 1919 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們有另外一種看法 其實很多這些爆發 跟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那個月戰 譬如那個香港流感 1968 1969 是當時的月戰 他們有一種看法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在打仗的時間 我們那個 公共衛生的設施 情緒的壓力 還有很多時候 那些士兵 又要打很多針 就是要打肥黄熱病的針 要打那些 你知道過去很多戰爭 拿破羅斯戰 全部都是死在病 那裡 我們知道沙漠 沙漠風 那時候很多士兵 都打破了 這個其實有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 很多這些數據 他發現其實 在這三個大型 死亡很多人 其實兩次 都是跟那個戰爭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一次大戰 用很多毒氣彈 很多化學武器 其實士兵 是在這種環境之下 打仗 所以說 這是其中一個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導致這件事出現的 還有 他說 雖然很多人死了 但是 我們很少 準確可以知道 到底他死的真正原因 譬如我們在香港 那個沙士期間 有些人死 發現他根本不是死在沙士的 有小朋友 當他是沙士 就處理他 結果就死了 醫死了 我老爸還在醫管局大樓 經常在那裡請完 是的 你能看到 其實真真正正是 死在那個流感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 是否真正是這個原因 還有一件事 他說 因為我們現時的醫療科技 是不斷地來改進 我們醫藥方面的多了 我們公共衛生的設施好了 我們個人的衛生 和食物的方面充足了 就是說 其實要一個自然出現的 大型的世界性流感 的機會是很少的 這個是這本書的作者 綜合了這麼多方面的看法 他說 真是將來自然 一個自然出現的 不是因為人為的因素出現 這些大型流感是很少的 還有第五點 他說 打針是一個導致流感死亡 一個很大的原因 原來1918年 當時那些士兵 要打那些 就是smallpox 那個天花 還有那個 那個 黃葉病 其實也有很多 他接收很多 這方面的化學 這五點 就是世衛裡面 那十二點 是沒有提及的 這些 死得人多 即是說死得人多 的大型的爆感 每次都是和打針有關的 好了 他們這本書 也有些資料是說的 例如越南 那越南什麼地方會爆發得多 他發現 在越南打仗的時候 美國就放好一些Asian Orange 那些 那些落熱劑 那些落熱劑 他發現落熱劑越重的地方 流感爆發的機會就越大 我以為不難理解 那個免疫系統都破壞了 沒錯 就是我看到 那個問題 就不是說 他們單是因為 他的治癢 那個 那個勤速太密實 太大量的 導致的一個因素 其實他背後 其實我覺得 是跟我們 那些針 那些雞 打很多這種針 因為在越南 試過幾次 爆發了 他是做過一些普遍的測試 驗一下那些雞 那些禽鳥 有沒有H1 發現很多有的 很多有的 是沒有病的 我們要很了解這件事 不要經常想著 有H1 有在你動物身上 或者人身上 代表你一定會病到 其實當時 他們發現 這個也是 H1 變了 五幾年的H1 和現在近一點的H1 是變了 即是說 它那個 由 琴流感病代 這樣變 以及那個型號 由沒有致病性 變低致病性 由低致病性 變高致病性 那你弄回越南的那些 即是落葉劑 你落葉劑 跟農村就很吻合 你哪裏要最落葉呢 農村地區 難道在胡志明市 或者在以前的西貢 不是要落很多嗎 在河內也不用 是那些外圍農村地區 農村地區 正正是楊溪的地區 無得理 無得理 所以就說這些 都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但我也同意一件事 就是靠疫苗 來阻截 這個 就是流感大流行 是做不到的 即是現在我們做的那些疫苗 是用一個很古老的方法做的 即是 是用雞蛋來報疫苗 那還不糟 是呀 你告得極對 即是說 那隻蛋 就要受了精 那隻胚胎蛋 然後你就打那些病毒 讓那些病毒在那裏 還有一隻蛋 大概夠做一劑 疫苗 如果你做三億劑 就要三億隻蛋 如果整個世界上 一半人打 就要三十億隻蛋 而那些蛋 就是工廠式 釀出的 是啊 如果全球 求流感大流行 有沒有那麼多蛋 都有 有一個問題 而且很慢 要很多個月時間 所以說以拿疫苗來 倒截流感 是很不像實際 他們也說是拖慢 用各種犯法拖慢 包括你 他也沒有 即是用什麼方法 他沒有詳細說 但是他最主要發言 其實2001年 香港那次流感爆發 其實我當時也提出幾件事 01還是97 97 97是嗎 97 所以97那次 當時我們也寫了幾個文章 解釋其實 當時出現的那些人 都是小孩子 是啊 我常常強調 香港的小孩子 第一他會不會去雞場打雞 是不會的 而出現的人 完全不見到 是處理雞隻的人 不是的 通常是那些小孩子 和照顧小孩子的阿爺 好了 我提出 當時 為什麼小孩子出現的問題 其實在沒多久之前 香港剛剛推動打 MISO 麻疹心 MMR 其中一個疫苗 就是MISO 其中MISO 我知道那個疫苗 就是用雞蛋去培植的 當時我說 其實很大機會 因為這些疫苗 在雞蛋培植的疫苗 本身 就帶了這些群 注射到這些小孩子身上 導致新蚊仔 出現這些病 因為香港的新蚊仔 怎麼會有機會 去街市看雞 就算見到街市看雞 他會不會去玩 有時候香港人不去想常理 我告訴你 有一個故事 就是 鴨鼻洲 有一個幼稚園 在幼稚園門口 就有空地 說小孩子好像很happy 走來走去 但是同一個屋邨 對著空地 就是幼稚園隔壁 有一個雞蕩 那些雞籠 就是養雞籠 車出車入 通過空地 兩個小朋友 幼稚園的小朋友 就在空地走來走去玩 即使在那些雞蕩堆 滾來滾去 這是感染的 這就是雞 跟雞疾病有關 起碼有兩個小孩子 第一宗 全港第一宗 那宗是劉浮山 劉浮山 這個小朋友 染病是4月 之前 在劉浮山有4千多隻雞 離期死亡 這個小朋友 感染和死亡 是跟雞有地力上的 直直關係 所以就說 亦都是其他的分析 做一個統計學的分析 就發覺 就說 這麼多因素 唯一一個很突出 明顯地有關 就是病發前一個星期 去過濕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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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街市當然是買雞 或者是跟雞有可能接觸 在九七年十月尾殺雞之前 政府拿板 到處拿板 發覺當時香港 是五分一的雞 是有益權的一隻 五隻就有一隻 所以你可知 當時那個街市的環境 挺惡劣 所以我不太同意 你說 麻疹疫苗 是傳遞病毒 而是很多 很真凡實據 你逐個個案可以看 因為它18個而已 就不是這麼多 所以就說 是很明顯 跟那個雞有關 還有 裡面也有跟隨 跟那個雞有關 據我所知 大部份 大部份 還有用那個統計學 看到的 幾十個因素來研究 一個因素突出 就是病發前一個星期 去過濕街市 裡面 十個女人 八個男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女性 就比較多些機會去街市 所以這些 跟街的關係都明顯 還有 十個女人 九個男人 那個比例 十個男女性 八個男性 都可以有大人有小小 即是一半一半左右 不是說多出很多 也有些 譬如說 用工 菲律賓用工 他有感染 那個老闆娘很明顯 你去街市買隻雞 那些事發前 是很明顯 還有 就說 殺雞之後 就真的停了 全香港 什麼雞都沒有 一隻都沒有 怎麼就停了 所以就說 雖然殺雞是一個 最後的事 我也不是很想見到的事 未必是一個 那麼理想的事 但問題就是 這些關聯 令我很相信 就說 那個 在香港 九七年 在香港 再 零三年再出現 兩個例 那些全部都是同雞 有關 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 比如說 你說小孩子 土耳其的病例 土耳其去年就出現幾家感染 很傷心 整家的小孩子死了幾個 原因 那時候就說 法國就說 那時候很冷 土耳其特別冷 那些窮鄉 ��是富是得人序的地區 那裡 當天可以把家裡的牠子 把遺寬would搬到家裡 另外 那時候 他那個家廳跟鯪說 這indrempe看法 這就是兩千人的東西 只要把小孩子處理 變成了 說 sign of things 對於土耳其 有的時候 比較 Пäng sin 所以說 這也可看 相反 而 但跟其他有关的证据就不是很明显 譬如说跟麻疹疫苗当然不同 没有人去看 或者也没有人特别研究 似乎说这个因素就不是很突出的就好 我刚才看到这个作者提出 有这么多宗 主要三宗里面两宗跟打仗时的环境有关 原来在美国也有纽约时报 也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在那个针刺online那里是零五年九月出的 当时原来有一位作者 他就是调查了六十四宗的研究 是看一下疫苗注射的效果 他就是分析了九十六次的疫苗的季节 那个流感的季节 有六十四宗是打了针之后 他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他的结论基本上 他说疫苗注射的效果 尤其是对老人家 根本是完全高估了 就是说其实你打这些疫苗注射 已经在科学的研究方面 都发现其实是不是那么没用的 没有证实是有效的 这个挺大型的 叫做Cochrane vaccine field project 这个国际性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 远远上网都可以看到这个报告 他说根本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多些洗手 还有有效果去打浸的 这个就是其中这本书的作者 很详细是分析一些数据 是说作出这样的结论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吃那些 特敏福特敏福 那其实在多方面的数据都看到 在科学上特敏福对流感的效果 是很少的 我叫很marginal 所以你大量用这些 既然那个疗效是那么不明显的时候 我们政府是用那么大量用钱去 去处备这些特敏福 背后到底有什么人得益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背后美国政府当时 那个国防部长 他是这家药厂 拉姆斯菲尔德 他是那家药厂的其中过去一个 有很多股票的 所以他推动这些药 基本上根本是没什么效果的 其实背后那个得益的人 是那些药厂持有股份的人 就不是真正正的人 这本书我觉得 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资料 我们都没有不够时间 详细分析给大家听 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作者是一位西依 Sherry Tan Penny 如果你在外面市面买不到这本书 我们中环皇后戏院下面的陆创演 和我们同楼湾 我都有十几本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你说我真的一时想不到去买书 你想看一下这个网页 其实这个作者都有一个网页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网页是www.birdfluhype birdfluhype.com birdfluhype.com 一个字而已 大家有机会可以上这个网看 这个是大概半年前 我看到这本书 最近没多久 有另一本书出现 这本书本身的作者也是一位西依 Dr.Joseph Mercola Mercola有一个网站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多人看的网站 大家如果有机会 你都可以上他的网站 www.mercola.com 他那本书就叫做 The Great Bird Fluhose Hose H-O-A-X 即是一个大骗局 两位作者都是西依 大家想知道这方面的 另外一面的事实 因为传媒就不会说了 包括我过去无数次 做了访问之后 他们都不会写出来的了 真相要靠大家在自己看多些书 还有在人民广播 在人民广播 让我讲讲疫苗 疫苗就是一个很便宜的 可以用的措施 在老人家那里 你看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说要打疫苗 预防老人家流感 那个效用是事实上不是很高的 比如说 保护他不感染感冒的能力 是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疫苗之中就算低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用死亡来计一个 做终点 就是说 打疫苗有多有效 预防老人家死亡呢 如果疫苗的病毒 和流行病毒是吻合的话 保护老人死亡的能力 可以高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说预防流感死亡是很有效 虽然预防老人家病发 不是那么有效 而且也就是 那个有效期就不是那么长 你越老的时候 保护时间就越短 一年打一次 但打完之后 可能保护老人家是三个月 四个月 所以就说 如果你真的老人家打疫苗 那个掌握的时间是很重要 例如流感针每年是八月底来香港 但如果你八月就跟老人家打了 那个有效期过了 那个流感高峰都未到 流感高峰通常是二三月 所以就说 如果你是打针的话 是贴近年尾 或者到年头打 是一个最有效的选择 所以就说 流感针不是一个理想的疫苗 不是一个理想到可以 一打就可以杜绝流感的疫苗 但其实它都有它的实质作用 盧医生 不过我又要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我老爸打了疫苗 钉了 什么疫苗 就是流感疫苗 去年这个时间 你 他打完之后 翌日发高笑 翌日发笑 是 然后肺炎钉了 是 那我可能就说 我两个大佬 现在追究他的老人 所以就说 我想要理解一下 我想再加多一句 盧医生 你再加多一句 你打这些疫苗 你都要看身体状态 不是有打不是有打 当然 疫苗很大 撒了 所以就说 当然了 永远都是 我都看到这些 我最熟悉医院的东西 行的了 我不用说那么多了 问了 当然是说 你们同医 有性的 死了 死了 当然了 盧医生 我想问一下 其实有没有个案 禽流感 不吃药 不打针 是会不死 有没有事的呢 有 其实就说97年那时候 根本都没有什么特别药医的 没有的 那你有些小朋友是自己好了的 所以就说 现在的研究 你说特敏福 吃了特敏福 那些一半死 一半不死 五十五十 所以就说特敏福 究竟是对于 疫情人一有没有效 其实也有待研究 但是那个个案太少 就没什么办法做一个好科学的研究 但是现在就要在特敏福 那里贴个警告字眼 因为日本那里有几个病毒 是啊 所以这些副作用 一定要难以 精神错误 可能的副作用 他要贴了 但是这个节目 跟进说他没有吃药 又没有打针 好回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他会可以好得回呢 未能够完全理解 因为很多个别的因素 有时我们流感 你可以病得很重 可以死 有些人流感 几天就好 所以有时因人而异 有些个别因素 现在激烈争辩 已经见到 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要收声 下次再见 好 大家可以跟进网站 这个书籍里面 很多科学的数据 让大家多了解 先读一下 好了 Fry Dragon说 这么看不看得到 不看得到 不看得到 06年10月11日 苹果日报报 标题是 泰国走道禽流感抗弱性原因 内民大致讲 上年10月 发现常用的特敏福 产生抗弱性 那就搞到H5M1宗的氨基酸出现变化 因为很多人 就是有事无事都吃 搞到出现这些氨基酸的变化 那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样去用药 因为特敏福 其中批评特敏福 就是说 既然他未证实是有真正正正有显著的疗效 但是如果你这样大量用 是会令到这些病毒去变种 为什么这个研究 这个是根据65个大型的研究报告来的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很难做到有效的疫苗 因为那个病毒是不断的 不断变的 不是说H5N1 H5N1之后 有一百多种的10类型 所以根本是不可能 找到做到有效 过去那么多人都未找到 这个网上 有时无时都用任何药 都是有不好的好处 抗生素 抗病毒的药 有时无时都用 病毒就会适应 病菌就会适应 你真的救命的时候 就没效了 没错了 注意个人卫生 伤风感冒出街 戴口罩 还有效 其实他们的研究发现 洗手是有效 但是洗手 就不要经常用化学药水洗 用肺碗水洗手 已经足够了 一般家庭如果要洗手 用肺碗水洗 是一样已经足够了 不用用化学药水洗 好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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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